转载自摆家号作者,轻松往事在首场比赛击败日本球队之后,18日的广州南篮又在澳门超级霸邀请赛第二场比赛中轻松击败了菲律宾球队,这样他们就暂时以两战全胜的战绩,位列小组投名。 这两场比赛中,广州南篮大前锋郭凯的发挥都非常出色,首场比赛拿下11分,四个篮板其中七个前场篮板,一次助攻,一次抢断,一次封盖。 第二场比赛拿下18分,三个篮板,其中五个前场的篮板球,两次助攻,一次抢断,一次封盖。 无论是面对菲律宾黑水精英,还是面对日本福冈欣锐,郭凯在升高,弹挑和技术上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当然这并不代表对手的防守完全可以忽略,在比赛中这两支球队都用包夹防守来限制广州南篮的内线球员, 尤其是日本福冈欣锐,虽然是日本二级联赛的球队,但是他们的防守强度还是非常的专业,而郭凯能够打出这样出色的数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比赛中的积极性。 数据之外,郭凯经常在比赛中,利用自己出色的防守预判造成对方的失误。 在篮下防守端,他的脚步要快过身高更高的队友正准,所以到不放时间里,他都能够在内线,干扰到对方后卫的上篮。 作为一位大学生球员,郭凯的身体素质和技术,其实完全符合CBA的要求。 他有着出色的投篮手感和不错的篮下脚步,上赛季在预备联赛,郭凯曾经打出过场均21,3分,10.7个篮板,2.3次入攻,1.6次产段和1.7次封盖的超级数据。 在之后的ABL联赛中,郭凯也是发挥出了球队核心的作用,也是因为如此。 在上赛季及后赛阶段,广州南篮临时将郭凯掉入阵中。 不过遗憾的是,郭凯没有获得太多表现机会。 而在今年球赛期,广州南篮迎来了新任主教练胡恩·安东尼奥兰。 这位教练曾经执教过大小加索尔,可以说他非常擅长调教大个子球员,郭凯也有机会在他的调教下,因来长足进步。 广州南篮在大前锋位置只有王润、朱世航和郭凯三人,而王润的表现相对较差。 所以不出意外,下赛季郭凯也将会迎来更多出场时间。 他也有机会迎来生涯最佳的一个赛季。